作为不应该的举动 在这边我要向我的老婆 以及社会大众致歉 对不起 不论如何身为男人 就算是太太再怎么样的挑衅 和一直不停的踹我 我也都不应该还手 我很抱歉 对不起 我老婆PO出来的保护令 隐藏了真相 并没有将调查的结果 完整的呈现出来 根据保护令上的结论 这整个家暴事件是 因我老婆先一直踹我 以及要求我立刻去做家事 才应及整个事件的发生 所以这并不是单方面的事报事件 是我们双方都有动手 与老婆脸书上所说的不同 再来 我老婆说我用脚踹她的大腿 以及用手打她的胸膛 但是法官判定 验伤结果与清洁不服 同时也判定我老婆在事发后 不停以脚踹我 对我没有任何的畏惧 我老婆所说的都不是真相 首先我要先为自己身为丈夫 却没办法忍住太太的挑衅 做了不应该的举动 在这边我要向我的老婆 以及社会大众事前 对不起 不论如何身为男人 就算是太太再怎么样的挑衅 她一直不停地踹我 我也都不应该还手 我很抱歉 对不起 我老婆PO出来的保护令 隐藏了真相 并没有将调查的结果 完整地呈现出来 根据保护令上的结论 这整个家暴事件是因为我老婆 现在一直踹我 以及要求我立刻去做假事 才应急整个事件的发生 所以这并不是单方面的死暴事件 是我们双方 是我们双方都有动手 与老婆脸书上所说的不同 再来 我老婆说我用脚踹她的大腿 以及用手打她的胸膛 但是法官判定 验伤结果与情结不复 同时也判定我老婆在事发后 不停一脚踹我 对我没有任何的畏惧 我以为我们已经和好了 突然有一天 我接到派出所的电话 通知我老婆有对我提告 要请我导案说明 我才知道我老婆告了我 接着我就收到了保护令 而这当中我完全没有收到 家事厅的开庭通知 最后我也才知道 她对我提出了刑事的伤害 就会告诉我 其实我真的很难过 从来没有想过 要将我们夫妻的事情 放在大众面前攻省 很希望这件事赶快落幕 彼此好聚好散 也彼此祝福 隐住 祝福 品质 我们也有来 祝福 火 灰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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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